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讲讲有欧洲议会的预言踢爆 欧洲针对中国的敌意其实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另外英国外相妄言北约也应该去保护台湾 如果这样,中国是不是都可以去保护想独立的北外和苏格兰呢? 英国紧跟美国的步伐,以外相卓慧斯最夸张 有时说比他大佬美国还更加出格 最近美国务卿布林肯宣言要帮台湾抵御大陆侵略 英国外相卓慧斯马上就跟着说了 我们北约也应该保护台湾 当年时间4月27日,卓慧斯在伦敦发表演讲 他说北约组织应该成为一个全球的北约 处理全球范围里面所谓的威胁 比如应该保护台湾不受中国大陆侵扰 同时他用警告中国要遵守规则 声称如果中国不遵守西方规则 中国将不会继续崛起 卓慧斯这场讲话的主题是英国外交政策 言谈之间涉及无冲突 北约战略和对中国的策略等等 卓慧斯在谈到北约战略的时候说 英国方面认为北约组织 不应该在维持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 或者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安全 两者之中二选一 而是应该追求成为一个全球的北约 卓慧斯说他的意思是 北约应该有一个全球视野 准备好处理全球的威胁 他们要跟日本、澳洲这样的盟友合作 先发制人这样解决印太地区的威胁 确保太平洋地区得到保护 他们一定要确保 像台湾那样的民主地区能够保卫自己 英国媒体报道认为 卓慧斯在呼吁西方国家保护台湾 不要受大陆的侵扰 因为西方国家现在担忧 中国大陆可能受到凹冲突的影响 对台湾地区表现出所谓的侵略性 卓慧斯讲话当中 首先就是凹冲突 打压了俄罗斯一番 然后就说 所有国家都要遵守规则 那也都包括中国 报道说 卓慧斯讲的规则 是指国际规则 但是他的话表明 更多是指西方国家的规则 卓慧斯说 如果中国不遵守规则 他将不会再继续崛起 都需要和七国集团 即是G7进行贸易 而七国集团代表了大约一半的全球经济 他们有选择 而且他们已经通过俄罗斯表明 一旦有国家违反国际规则 他们将会做出这类的选择行动 卓慧斯除了谈及不约战略 向中国下马之外 还敦促西方盟友 向沃沃兰提供更加多武器 包括坦克 飞机 或应该深入挖掘 他们的战备库船 提高产量 他们需要做这一切 卓慧斯有宣称 沃沃兰对俄战争 就是对他们的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 卓慧斯发表讲话前一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同样对台湾问题 发表类似的言论 他在一场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 美国政府将尽全力 向台湾说明 拷补他有能力 抵入任何潜在的侵略 包括中国大陆 可能对台湾采取的单边行动 中海家部份人汪文斌 针对布林肯的有关言论 而17日在来行记者会上就说 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又何来大陆侵略台湾一说 汪文斌反问 美国领导人多次表示 不支持台独 同时美国又持续对台出售武器 开展对台官方交往 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错误讯号 港湾卫斯 这个傻白甜英国外相的讲话 第一 他声称 如果中国不遵守西方规则 中国将不会继续崛起 中国去崛起 其实不用经过英国批准 至于用贸易武器针对中国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都用过了 他对中国打过贸易战 结果 只是令美国损失更多 至于英国本身 湾卫斯说 已经通过俄罗斯表明 一旦有国家违反国际规则 英国将会做出不同贸易的选择 但现在事实上 我们只是看到 这个政府跪下 可以准动牢布 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英国有这么大的贸易力量 首先应该从今天开始 全面禁止输入包括石油 天然气在内的 所有俄罗斯商品 第二 赵卫斯说 不如也应该保护台湾 这个真是天真得可以的说话了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如这个军事组织 凭什么理据 去保护中国的台湾呢 昨年12月 欧洲议会讨论 欧盟代表访问台湾的时候 欧洲议会议员 外尔兰的克莱尔 带来劳斥 美西方双重标准 说欧洲官员访问台湾 是赤裸裸的地缘政治考虑 他反问 如果中国官员 去访问西班牙 想独立的地区 加泰罗尼亚 欧盟会接受吗 欧洲议会议员 带来这个提出一个好问题 如果不如去保护 中国的台湾的台独分子 中国可不可以出兵 去保护欧洲各国 想独立的地区呢 例如去英国 保护一下 北海尔兰分离运动 和苏格林民族主义运动 或者去法国 保护一下 新夏伊多尼亚 和科西街的分离运动 去意大利 保护一下 威尼托地区的分离运动 去西班牙 保护一下 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运动 去比利时 去保护一下 法兰德斯的分离运动 如果中国出兵 去保护这些欧洲国家 想独立的地区 欧洲不接受 理由是 中国干涉了欧洲国家的内政 为什么不如 可以去保护台湾 去干涉中国的内政呢 另外 我想更详细地说一下 欧洲议会议员带来的看法 他认为 欧洲国股对中国的敌意 是精心策划出来的 外尔兰籍的欧洲议会议员戴利 他比较理性 他是外尔兰独立变革者政党的成员 这个在2014年才成立的政党 终止的追求社会平等 是新裔的左翼政党 反对西方的新自由主义 即是所谓白左的思想 戴利 在四处接受环球事务专访的时候 欧洲议会 已经形成了股反华力量 某程度上来说 这股针对中国的敌意 是精心策划的 欧洲议会很多议员 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他就认为事实就是这样 戴利说 欧洲议会中反华的力量 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 源自美国 很多美国的智库 美国希曼富翁资助的基金会 派约资助的组织 在欧洲运作 他们快在一场联合运动 经常借欧洲议会 指责中国 美国将中国示威 对它的经济利益 和世界包庇地位的威胁 也影响了欧盟对华的态度 如同美俄关系恶化 被欧盟带来压力 欧洲公司 和俄罗斯合作的 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 就因此成为牺牲品 另一方面 欧盟都试图强化自己的影响力 于是 一些智库 基金会 不断提供 所谓中国侵犯人权的信息时 很多欧洲议会议员 就将那些议题 放到舞台中心的位置 借此彰显 欧盟的影响力 但是戴利认为 实际上这些对中国的指责 违背现实 他不认为这些欧洲议会的议员 真正关心人权 他们对欧洲当地人的人权问题 都不关心 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去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 况且 中国还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戴利说 我对中国的态度 和对任何其他国家的态度 都没有区别 他的所有立场出发点都是 反对欧盟 起同第三国交往的时候 采取双重标准 比如欧洲议会 曾经讨论中国军费增加的问题 说实话 戴利自己 也都不希望中国的国防投入增加 因为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但是他说 他必须在欧洲议会中说的是 中国军费 只是接美国军费 很少的一部分 甚至比西欧国家的军费少 所以欧洲议会讨论中国的军费扩张 其实是一件很虚伪的事情 戴利只是坚持 要用同一个标准看问题 并且要求尊重国际法 他说很多欧洲议会议员 本来不反华的 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些人 经常重复所谓 巨大而邪恶的中国等等论调 这些说法 自然会滲透入人的意识当中 尤其当媒体 也都扮演了这类论调的推手的时候 环球事故就问带利了 在过去一年里面 多个欧洲议会议员访问台湾 立陶宛 更在台湾问题上面 挑战北京的底线 就你所知 在背后是不是有台湾游说团体推动呢 但利说 他不清楚这些活动 背后有没有来自台湾游说团体推动 但他认为 一些为台湾独立游说的机构 一直存在 并且持续活动 总管世界上 绝大多数国家 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他看来 有意思的时机问题是 为什么这些欧洲议员 或者个别国家 突然对台湾那么感兴趣呢 如果不是他们愚蠢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那就是他们试图用这个方法 来羞辱中国大陆 这些人 根本不是真的关心大陆 或者台湾 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权问题 他们只是希望 藉此获得地缘政治利益 但利认为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虚伪和相比的是 欧洲议会 致力关注台湾问题的 是一个专门应对外国干预欧盟事务的委員会 而他们现在正正在干涉 另一个国家的内政 但你认为 欧盟对中国有敌意的中国定位 其实毫无道理 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 只能够通过外交方式 相互合作 彼此支持来解决 跟其他国家产生矛盾之后 也都应该平等的基础上面 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 而且他一点都不认为 中国是一个威胁 因为世界经济 正前所未有这样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些新冷战是不能够真正发生 欧盟和中国的贸易联系 非常密切 在关键原材料方面 也十分依赖中国 如果欧盟要制定 可再生能源政策 也都必须跟中国合作 大利说 他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他非常反对新自由主义 但是这种意识形态 目前在欧盟 和全球很多经济体当中 占他主导位置 他们将财富的私有制 置于人民利益之上 大利说 当他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反对社会不平等 希望能够为普通人服务 在保护环境方面有所作为 其实他的想法 跟欧洲很多人民是一样的 欧洲民众 跟欧洲议会 在很多问题上面 存在着巨大分歧 欧洲民众 想要获得体面的工作机会 有几好的收入 和社会保障 欧洲民众想去住房 但是房价高企 欧洲如今 在这个领域上面 也都面临巨大危机 人民不想将血岸钱 快军费 或者跟其他国家 产生冲突的事情上面 他们想要的是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 但是你说 很可惜 欧盟机构 现在推行的是一个 新自由主义的议程 它有利于大企业 大农场 而不是人民的利益 它的结论是 脱离民众的是 欧洲各个机构 并不是它自己 每个人都会计算 每个人都会计算 我们要求您的